我们是加拿大多伦多2read.网上书店 由2023年中开始为美加读者服务 主要受买香港台湾出版的中学书籍 广东网学习资源 也包括童书、绘本 同时提供代表服务 另外我们每个月都会在多伦多不月刻举办实体聚会 有读书会、书展、文化广座或者其他艺务活动 网上读书会也欢迎美加不同地区读者参加 希望提供一个平台给海外香港人分享交流 好,Hello,Hello,大家好 今天又是我们这个《从港口城市到世界》 《2024香港线上书展》 我们会有一系列的国际视野的人民讲座 我是今天的主持 邓小华 偶然在这个《建立地城》频道跟大家出现 不是经常出现的,OK 但是我发现都是因为今年这个时间 现在7月多 我们《2046》出版社出了几本书 其中一位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 陶国章老师、陶国章教授 Hello,陶先生 Hello 陶先生大家都很认识的 因为他在香港普及接拓已经做了很多年了 也是在大学的时候我上过他的通识课 所以也是我老师 我自己作为这个情绪不是很好 文学系的学生 对不对 所以其实真的期待了这个题目很久了 陶先生这本新书叫做 《无聊、空虚、绝望、书解无助感的哲学配方》 这个书名很长 这本书终于出到我们也很开心 想问一下 因为原来用哲学的事情来处理情绪 其实不是这么常见的 通常我们都是用食物或者玩乐 娱乐去解决了情绪问题 或者是用爱情解决情绪问题 原来很少用哲学的 所以就问一下陶先生 特别有个这样的接日点 是不是已经留意了情绪这个主题 这个议题留意了很多年呢 为什么你是对这件事有兴趣 而且觉得要用哲学的方式来处理呢 我不是特别对情绪有兴趣 只不过因为教学的时候 现在的学生很多这些情绪问题 比20年前普遍多了很多 我们中大那些洗手间都贴着有什么问题 你快点去求救啊 或者青山绿水啊 那些这样的 表示很多是有情绪问题 那我有一个想法呢 哲学呢 就跟心理学不同 应该处理情绪问题 应该是直接来说是心理学那些 但是呢 我们有想法就是 哲学会挖掘一个根源 我们不只是安慰大家的情绪 或者是调解他的情绪 而更加很想挖拔到这种情绪啊 或者是现代人的一种心境上的问题 嗯 嗯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哲学 就是跟娱乐不同 也都甚至跟心理学不同的 这样 就是用一个比较深 就是想用一些比较深的方法 去处理一些情绪问题 就是究竟 就是我看到这一篇 这一本书里面呢 我们在这里说 譬如说定章节名的时候 本来我的用词就是叫 处理情绪的 或者控制情绪的 然后途章就改了 他说不是处理不是控制 而是平衡情绪 是的 就是 为什么用平衡这个字呢 那用哲学来平衡情绪 有没有用的 就是怎么做到的 所谓平衡的意思呢 情绪是不可抹杀的 简单说呢 情绪是什么呢 就是可能我们 原始初民的时候 面对着一些危机啊 面对着和人相处的时候 一些表达方式 他可能用语言 是纯粹用面部表情啊 憤怒啊 或者爱慕啊 这些这样的方式 但是我们现代的人呢 这种情绪呢 有过分的 我们叫做 过度的负担 就是原始的人 可能是 偶然一两次 有些问题啊 这样 大部分都是去狩猎 或者去摘其他的果子 但是现代人呢 我们每个小时都面对着 我们的处境改变 因此呢 我们负荷不了的时候呢 就形成一种情绪 甚至那种很多时候 所谓的压力感这些问题 嗯嗯嗯 那哲学是怎样平衡情绪呢 哲学呢 就比心理学呢 是多一层的分析 我想心理学是比较是 我们叫做实践一些 就是说 当一个病人来 很多情绪问题 忧誉症 我们会开解他 研究他的病源啊 童年的阴影啊 等等的东西 那之后呢 我们就避免这个方式 不再重复 而是想问呢 情绪是人生的整体来说 为什么会这么骚扰我们 但是有时我们又这么喜悦 很喜欢这种 开心的情绪呢 所以那个是一种我们叫做 根源问题的发挖 所以它是比较忠诚一些 不是说直接给一个配方大家 我们只是希望可以提议一些 让我们知己知彼 明白我们的情绪 虽然有很多波动 但是不需要太紧张 这个是我们的性情的一部分 嗯嗯嗯嗯 就是用一个 有平常心的态度去面对 就是不要过火 不溫不火的 就是平行情绪 就是一个平行的情绪 那我要作为编辑我说一下 那这一本书的内容呢 其实大部分是 陶先生过往是 就是拍片的内容 而造成的 是的 就是 其实呢 原来呢 这种书呢 近年开始慢慢多了 但是呢 好像陶先生这样做的哲学人 是不是太多的 那然后我就发觉 陶先生你都拍了很多片的 就是你对拍片的有什么看法呢 就是你其实 你已经在大学讲书了 你还要拍片 为什么会这样呢 拍片可能是这个时代 喜欢比较图像一些 还有是 口述比看文体又有些不同 就是说 对这个问题比较亲近一些的描述 但是更重要的是 因为我有个学弟 就是王木欣博士 他竟然是专门研究情绪哲学 那我也教开一些人生问题 讨论一些存在主的问题 于是呢 我们就结合了 所以很多王木欣博士 其实有很多贡献 对这本书的部分 是的 这本书里面 都是有很多对谈的 就是我们做的时候 就发觉 跟很多 大家惯见一板一眼的哲学书 不是很一样的 它不是一个非常 就是首先就是 入门没有什么门槛 就是很入门的 然后采取的语言很日常 而且是聊天多 常常说 你有什么看法 那这样 本来我们说 以为 智学是独自思考的 那为什么陶先生 你这么喜欢跟人聊的呢 不是的 聊的时候就是 大家不同的观点 虽然大家都说是独自学 或者是读心理学等等的方面 对谈会转换一些不同的观点 因为我们对哲学有一个真理观 就是其实 真理并不是想象律之中 那么确确实实 明明确确的 它不断在发展着 还有我们每个人的经历 虽然我们共同都独自学 但是那个对话的时候 原来都有很多差异 但是这个差异之中 又有一些同一 所以构成了好像不同意见 而对问题 给了一种 补助我们 给我们的参考 那这种是理性上的参考 是的 我看到里面也经常有些不同的看法 例如 我觉得《妒忌》那一章 关于《妒忌》的讨论 大家的看法有点不同 你和王耀武恩教授 然后我也觉得 这个《妒忌》的养份 的确又比较潮 比较配合现在的形态 也比较让这本书 又再侵涉了 大家更加容易看得明白的地方 另外就是 这个也决定了陶生的戏 陶生是很人间的 我觉得 他说的东西是要 你面前的人说得明白 他听得明白的 对面前的人就有用 我觉得陶生这件事情 反而是陶生的哲学思想里面 很可贵的念 一直都是在人间来往 对身边的人就立刻有用的 就是一个好像行走江湖 行淫私人或者这个狼钟 就立刻有约卖给我们 是的 没有理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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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是的 我觉得就是这样 因为 一般人的问题 包括一些 我发觉很普遍的 就是人生的意义的问题 是的 真是很多人问的 真是很多人 很多人问人生有什么意义 觉得人生很没有意义 所以这个是从无聊 我们这本书里面有讲无聊感 就是无聊 怎麽会是无聊的呢 接着又讲空虚 是的 然后就去到绝望了 绝望那件事情 我们通常会觉得很沉重 但是呢 这本书里面 其实是第三章 整章是讲绝望的 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个很可贵的地方 就是 它有一种很理性的态度 去令我们 好像观照着绝望 绝望在我面前 就是一个东西 一个对象 我们去分析它 我们去理解它 为什么绝望有几个类型 绝望都可以分类型 你想想我们很绝望的时候 我们可能不一定有能力 分析到我的绝望是哪个类型 所以陶先生这方面 关于绝望的那几个类型 可不可以和我们解释一下 让我们的观众 都可以马上学而自用 去知道绝望是怎样的呢 他们分开 其实是参考一个丹麥的哲学家 叫Kirika 奇克国 他说我们第一个阶段 绝望是losing one second 慢慢慢慢感觉到自己 好像nobody 或者是多个不多 少个不少 这个是现代人 因为我们的 加上这个媒体 或者其他的Instagram等等 我们慢慢每个人都好像主角 但是同时呢 每个人都是nobody 就是人家看着你 看看你十几秒就走了 这个是其中一个 losing one cell的形态 第二种呢 我们叫做unbearable one cell 就是好像我们承担不起自己 就是说当你想思考的时候 你会发觉原来 你思考到一部分 你突然间产生一种没有助感 未来怎样处理呢 究竟我怎样对人籍关系 怎样处理呢 很多心理学的书呢 都讲到的了 就是讲到我们要跟人家旺 但是我们现在是一种 所谓哲学的层面就是 你试试观照 好像小华说的 你看一看人生的一个阶段 有时你可能还不是很抑鬱 或者不是很深的一种落幕感 但是呢 你试试认识朋友啊 认识自己的其中的可能 所以这种对绝望的分析里面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 越发觉自己存在 越意识到自己存在 越多这种unbearable of one cell 但是最后一层就比较复杂了 就是其实绝望呢 我们有时是发觉 我们当越是理解到我们的存在呢 它是变成一种社会啊 文化更加广泛 好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 轻不着地啊 unbearable of lightness 就是这个轻不着地的意思呢 就是好像两个脚筋那样 离开地面 你没有办法踏实 那这种形容绝望呢 透过文学呢 当然更加丰富了 但是我们更加想法呢 就是希望 如果你现在的处境 不至于是陷于一种 很低潮很低潮的情绪 又或者是深度的抑鬱 在这个阶段里面 我觉得这本书没什么用 未必可以帮到你 但是我们一般人都有些情绪啊 或者有些波幅啊 或者是有一些对生命的追问啊 刚才小华说的最重要就是 你问一下就问出 这个人生意义的问题 所以这个人生意义呢 这本书最后一章里面呢 其实我是很后期 差不多整本书写完了之后 再加下去的一段 那段呢 就当我是初步的一个想法 就是将人生意义分开几个层次 然后批判我们一般人的原地答报下去 所以呢 我们就开始反省 但是反省之前呢 我们需要有一些知识 不可以说我们就觉得 人生很没有意义啊 或者人生其实都有意义 用一些判断式的说法 你试试 首先认识我们的情绪是什么 有正面有负面 情绪不是完全不好的东西 甚至是人性之所谓人性的特别 动物没有那么多情绪的 只有人有喜怒哀乐 爱别离等等的情绪 第二层呢 就是如果这种情绪陷落的时候 进入到绝望的时候呢 我们更加要小心 如何超拔出来 这个超拔出来是有方法的 心理辅导都是一种 比较接近一些的方式 但是另一方面呢 对绝望 人性里面有绝望 这个那么奇怪的现象呢 是做一种我们叫做 比较深层的分析 是一个分析这方面分析得很好的 就是他说到最后绝望 其实是一种消耗 是消耗自己的消耗 平时那方面呢 我们对自己总是有很多爱护 但是一个绝望的人呢 他其实就不想面对自己 当自己清醒的时候很痛苦 所以他会吸毒啊 淤酒啊 或者是赌博啊 做其他的分心的活动 那我想大概就是 这个时代我们讲情绪 或者是问人生意义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连贯性的 它不是很哲学理论的方式 不是讨论什么是真是美啊 等等这个世界存在不在那里 而是反而很平实 从我们的生活起点 只要你有些情绪 甚至觉得有些情绪 未解决的时候呢 你试一试去了解情绪是什么 我再了解一下 其实人生里面有些陷阱 最后会下去 空虚寂寞 甚至是这个所谓的绝望 我们怎样避免一下 甚至有些人会绝望到自杀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初衷 希望辅助一下心理学的方式 那现在比如我想 不同年龄段的人 都会有不同的绝望 那比如老年人的绝望 中年人的绝望和青年人的绝望 有些什么不同呢? 会不会有不同的? 因为呢 反过来说 其实人生意义 就有阶段性的 小朋友的阶段 有一种力度很输 被人认叻 青少年可能拍拖 中年或者成熟的成年 就预备找一份老公 到老年那方面 想想如何退休啊 或者之类之类 就是不同的阶段 因此这个情绪 是在于我们能不能够协调 我们每个阶段 例如年龄大的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协调 我们关于恐惧死亡 恐惧的那种慢慢 身体的无助感的事 那这个是另一种 消沉的情绪 如果你是中年人 有中年危机 这种情绪是因为你好像 前无去路 后有追兵 家里有很多的责任 有子女等等 可能上游有高堂 于是这种情绪 又需要另外一种处理 跟着青少年的情绪 因为成长阶段是最波动的 是因为恋爱 因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又或者是对政治的不满意 而产生了一种无助感 是最强烈的 我们这个本书主要都是从这里讲 至于儿童的部分 留下其他专家讲 集中是讲他们成人 青少年到老年 那种各阶段的情绪 或者绝望 然后我们通常说 其中一个跟绝望相连的 就是人生意义的问题 人生的意义的问题 我其实年轻的时候 也看过陶生这一方面的论述 我怀疑也有令我心境比较坚强 我年轻的时候也看过 其实陶生研究了 可能鑽研了这个问题很多年 究竟哲学是可不可以面对绝望感 以及面对绝望感 或者是令我们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呢? 一些喜欢思考的人特别 有些人不喜欢思考我们没有办法 喜欢思考的人有一个毛病 就很容易变成一种思考的陷阱 不断地分析、不断地追问 但是到那个阶段 你发觉这种怀疑、那种怀疑 总是没有一种可靠的 这种就是哲学也好 或者是喜欢思考的人的一个盲点 我用这样的说法 但是不是表示 喜欢思考的人有没有病 总是会开始将你的视觉开闊 看不同的问题、看不同人的理论 当你结合这样的事情 就会有一种分裂感 好像这个说也对、那个说也对 中国道家也说也对、佛家也说也对 派在图也说也有些道理 但是你反过来说 有样样好像也不对 没有办法解释你的处境 所以现代的情绪 我们应该这么设定 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广泛讨论情绪的书 和心理学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们更多的是人生意义的层面 就是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阶段 我们是会遇到很多不同的情绪起伏 但是这些不同的情绪起伏 是整体人生的一部分 我们能够对人生整体去思考一下的时候 我们会慢慢发觉 其实是一个连续性的 我们不是说到中年的时候才有中年危机 到老年的时候才会恐怕死亡 可能我们想提出一个更加宽阔的视点 透过我们很熟悉的情绪 而再透显出情绪的最深层的地方 将于人会毁灭自己 再进一步我们提出一个 所以我简单说的出路 是一个出路的意思就是 东西方的哲人 其实思考了二千多年 对这个问题 他也要知道死亡的恐惧 知道我们的情绪 有些人会很痛苦、自杀 那哲学家作为一个很理性的形态 有时会比较是着重理论的分析 但是我想我自己受东方哲学影响就是 就是比较向所谓普通说的叫落地那些 讨论这些情绪之间 如何将它概括来描述整个人生 这个整个人生的意思 一层就是人生不同阶段 有不同的意义 所以我们最后一篇的就是分析意义的几个层面 分析好像有四个层面 我印象中 第一个层面是怎么样 第二个层面是怎么样 然后给我们 举个例子 你是二十岁的 你可以看看自己的过去 和预计一下未来的人生的一些视野 如果你是六十岁的 那又可以回顾一下我们生命里面有哪些东西 哪些又是不能够放下呢 哪些是不能够透徹呢 哪些是不能够参透呢 就是比如说人作为人呢 其实一反省我们的自我存在呢 就自然有一个意义的问题 那我会为什么呢 我是不是可以仍然生活呢 但是我很努力工作又為什麽呢? 甚至是社會不公義的時候 我們值不值得跟它去爭取 或者自己怎樣所謂安分守己等等 提出這些這樣的思考性的問題 它不是很專門 但是我想會比較接近 我們這個時代特有的問題 是的 香港是一個中西方文化交會的地方 陶先生 其實剛才你說的 東西方的哲人都思考了這個問題幾千年了 其實東方和西方思考追尋人生的意義的方式 有沒有什麽不同呢? 最大不同 西方有一個我們叫做理性的傳統 它對它的問題 首先把它看成一個客觀問題 然後分析它究竟它的本源是怎麽樣 它的本質是怎麽樣 為什麽有些人會是 好像阿里斯多德說 就是那個德行慢慢沉淪呢? 但是有些人為什麽會重視友誼呢? 一路一路的分析每一個的關係 所以我們叫做這種是一種比較理性的描述 對我們的人生 但是東方之外它有一個特點呢? 除了有一些理論之外 更加重要就是一種實踐的階段 所謂實踐的意思就是 好像情緒那樣 心理學都會提醒我們有一些實踐就是 例如你很多抑鬱的狀態 甚至是時時都好像覺得很孤獨那樣 你可以試一下運動 運動我們增加我們的多巴胺呢? 你發覺可以對抗抑鬱的 所以一般的心理學家或者醫生呢?都會用一些這樣的 所謂的配方 令我們減低的情緒 那現在呢 東方之外更加多的地方 就是例如我們提過一些道家或者佛家這些呢? 它變成一種主體的修養 它有一種說法呢?就是 東方就是會 儒家說我們希望誠誠誠言 道家希望我們誠誠人 誠人 佛家說我們可以希望成為菩薩和佛 那這裡有些人會有誤解 那這些聖言 這些智人神是很難做的 我們怎麼可能變成一些偉大的菩薩呢? 但是其實東方之外的意思就是 那個是一個理想的狀態 我們雖然未達到 但是心響旺之的時候呢? 所謂聖言呢 只不過是一個自我善化過程 不是說我們要變成一個萬世絲表的icon 而只不過是就我們的財性 就我們的氣質 或者就我們的遭遇 怎樣修行到一個比較無入而不自得呢? 或者莊子說是我們每個人的生活環境不同 和社會環境條件很不同 在戰國的時候這麼多戰亂 莊子說我們如何逍遙呢? 佛家說這個世間很多事情都是痛苦的 很多事情都沒有辦法 我們求不得的 那如何我們可以放下一些執著 而達到一種清淨的心境呢? 那這些就是東方自學特有的情緒 我覺得我們的確參考了很多西方講情緒的哲學 但是個人來說呢 我越到後期 我覺得是一種好像橫向 由西方的知識經歷 回到我們自己本土的一種智慧的泥土 或者智慧的一種沉積的時候 我們會發覺 或者大膽講句呢 我們這樣做可能對情緒呢 本身是會超越西方那種 純粹是治療式的 嗯嗯 是的 然後另外一方面就是 就是它是一個 還有很多其實情緒呢 隔離我們中國人其實是連著的 除了情緒之外 很多是情 譬如人倫之情都是一種情 情緒之有很多情的分析 譬如說 醫戀之外 那種操控心理 我覺得都頗值得大家看一下 其實都是反面去說 我們如果明白了自己 或者別人是怎樣醫戀別人 然後產生了扭曲的心理 其實反過來我們就可以明白 想一下如果我要獨立 要自立 這樣一個人格應該是怎樣的呢 或者我們的思想方式 思維方式應該是怎樣的呢 我們都 這些幾方面 都有一個不同方向的相反對照 還有我很努力地做到這本書不要那麼厚 是啊 因為淘先生都要20萬字 這麼多嗎? 我以為是3、4萬字 這麼多嗎? 一張3、4萬字 應該是 後來不用20萬的 就是我努力地令到他不用1萬 是啊 這樣 還有這本書也不是太厚 大家還是可以帶出去看 就是要做出親民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其實任何學科都很需要這一種人 就是怎樣把你的學問 和現在發生的事 和正在的人去拉上關係 有些東西是 看你怎樣看什麼叫哲學 哲學有兩個意思 他一個就是他一個學科 他有專業的要求 但另外一個方面就是他思想 思想是思想 而不是要考一些什麼專業的東西 所以如果思想應該是可以用一些 不需要靠專業術語都可以說出來 然後有效的東西 我覺得淘先生做這方面 我覺得是做得很好 很值得大家學習 還有下一代都有這樣的人 會分擔淘先生的工作 不要這麼心事 不是 這次也很感謝小華 編輯方面我付出很少 只不過是把以前的事情整理一下 小華方面幫助了很大很大 我都要冥謝一下才行 謝謝 謝謝 不是這麼多人記得冥謝編輯的 你看一下陶先生多麼抗思 到2046了 我們是專迎陶國章先生的著作 好好地照顧的 也都是我們香港有這樣的哲學家 是融會到中西 然後又繼續有一個華人哲學的定位 我覺得這個也是很恐怖的 不要叫哲學家 哲學家死了之後才叫哲學家 作家文學家畫家都可以現世 但是大家港生之後就死了 所以不要叫我出哲學家 給我長命多幾年 很好笑 好 那今天多謝陶先生 希望大家享受我們這個 從廣口城市到世界 向2024香港線上輸展的 是國際視野人民港幣 這樣 謝謝陶先生 好 謝謝 拜拜 拜拜